哈喽大家晚安 很开心呢 又可以在晚上的这个时间 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新创牌卡 那今天很特别哦 因为今天呢 不能说是重金礼品 但是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访谈者 是来自香港的Rick老师 然后呢 等一下他会跟我们来介绍呢 这一套有非常多内容的inside cards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投影片呢 可以更多的来认识 我也对这套牌卡是非常好奇的 它里面有八套卡 然后呢 有不同的图像 也有不同的文字 好 所以我相信一定很多人都没有看到 那这个 这个刚刚老师有讲说 这也是他在台湾的首播 就是首次接受访谈这样子 然后在我们12月9号的年会呢 也会有一个专属这套牌卡的摊位 所以很欢迎就是说 如果你有看到影片 对这套牌卡很好奇的 你都可以在12月9号的摊位市集里面 来真正看到这个本尊 看到这个卡片 好 那不管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在线上 如果等一下有伙伴进来的话呢 就欢迎也可以帮我们留言啦 或者是转分享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要开始咯 那我们会透过这个投影片的介绍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牌卡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请英杰来 可以跟大家稍微的自我介绍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去邀请我来这边 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分享的机会 我是来自香港的 我来台湾已经有一年的时间 去推广我的公司 我的公司叫思商学团有限公司 最主要是做一些关于教育培训的一些工作 我之前在香港 我的过去也是一个社会工作者 我主要的对上也是一些青少年 还有他们的嘉奖 所以我也是会用一些图牌 也会用CG做一些疗愈的一些工作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能到这个平台 能够跟大家去分享这个图牌 叫Inside Cards 是是 而且很欢迎来到台湾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来赶快把握时间 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套牌卡 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内容 但我们就先从一个 这套牌卡可能是从谁设计的 然后它是怎么样诞生的部分 先来做一个分享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这个Inside Cards 如果大家有看得到的话 这个Inside Cards 这个一个 很多人都说它很像一个 坐有这个设置 但是它的最主要的这个 目的不是在玩的 它会有更多的一些 教育的一个意义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Inside Cards 也不是我创办的 这个是2021年去登 单身的是由ACF一个香港的一个机构 是由廖山王去设计的 它是最主要是用不同的图牌 能够帮我们做一些自我疗愈 去自我探索还要用一个教练署 怎么帮我们去做一些 我们怎么去解决一些问题 所以它最大的特点是 它可以独立去运用 也是可以结合去运用 也是可以 所以是非常的灵活去用 也会让我们的对象 也会发规到他们的创意 还有省省力 也是很好的一个工具 所以这套牌卡 其实是很新的 2021年嘛 然后呢 它是由香港的这一位伙伴所设计的 然后它也有一个是ACF的单位 去做一个研发跟一个发行的动作 然后这里面呢 其实它有八种卡 然后呢 你可以合在一起用 也可以把它分开来用 所以其实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哦 所以我们就赶快先来 就是一读这个牌卡的内容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先用文字的方式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八个牌卡的内容是这些 所以我们可能就先稍微看一下 就是你会看到它可能会有 你看光是其中一套 就有72张对不对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别的别的卡 所以它等于是会有图卡 然后也会有字卡 然后有颜色卡 又有数字卡 好 但它并不是一个桌游的操作 所以我们就现在就把握时间 我们一套一套先来看一下 到底每一套是有哪些内容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讲过的 那我们就先来看 好 就是因为非常的丰富 但是我们先主要来看这个卡片的内容 好 这个就是它有70A张 它们是隐喻的这个脸上图牌 最主要的就是它会有很多不同的风格 也算是一个很综合一个风格 它会有现实 也会有现实 也会有油画这个风格 也会让很多人也会看得到的话 它会比较容易去投入 去联想得到 会跟他们自己有关系的一些部分 所以就是会比较 也算是它很大的一个特点 非常重要的这个风格 所以就是这八套里面其中有一套 而且它的分量应该是比较厚重的 因为它总共有72张嘛 因为通常一套牌卡可能光是72张 这样一套牌卡就已经是很厚重的这个内容 那这个72张里面呢 你们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投影片上面秀出来的 就是它比较像是一个纯图像的 就是你们会看到的是纯图像的卡 然后呢没有搭配所谓的文字 然后这个纯图像的可能就会有一些 就像刚刚讲的 有一些可能是油画风格 有一些也许是怎么样的风格 也许有一些是比较现实的风格 所以是有不同的风格的图像卡在这里 这里面有72张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当作隐喻跟联想 当然也是一个投射 再来是这个 它是会有很多 它有CC张 海绿空两次这个动物卡 也是会 这个也算是一个 我们也会有很多的练习 也会用这个动物卡做一些联想 还要做一些隐喻 让它可以去更多的了解自己 基我探索 我是会属于或者是能够用什么的动物去代表我们自己 也是一个基我发掘的一个过程 是 那我自己其实很喜欢这个动物系列 是因为我之前在台湾的时候 我其实会特别去找比较像是动物图卡 可能就是那种交小朋友的 然后它是以动物为主的 而且特别就是我觉得要比较像这样 也就是说它不是漫画版本 不是可爱的卡通版 它其实就是要现实中动物的样子 就有点像摄影作品 然后对我来讲很重要的是 这个动物要在它的情境 居住情境里面 那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在做投射联想的时候 它就会变得很灵活 很活泼 那现在如果呢 你有这套卡 你看哦 就是八赢万 赢万 就是你就可以很自由的 就是里面又有动物卡 又有投射联想卡 那就不用就是零零碎碎的买这样子 好 再来呢 我们再来看第三种卡是什么呢 是的 这个就是有 会有15个 已经有设计好的一个情绪 这个图牌 其实第三合一 因为我看过有很多的图牌 它是没有配到这个情绪卡 但是我们也是会觉得 这个情绪卡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要表达我们现在的一些状况的话 也是可以抓进去 这一个事情对我来讲 会有什么的感受 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 所以也是会有一些情绪卡 帮我们去有更多的了解 我们的类在我的情绪背后有什么的塑料 所以我们也是会涉及到这一套图牌 是 那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这15张卡它就是纯字的卡 纯文字的 而这个文字其实是在描述一些情绪跟感受 那我相信情绪卡这样子的内容 可能对一般就是台湾如果你有接触牌卡的伙伴 应该是不陌生的 所以像我们上次介绍的牌卡里面 它其实也有所谓的感受卡 那在这套里面它也有包括这个部分 那我相信如果你手边有所谓其他的情绪卡 你可能到时候也都可以拿出来搭配做使用 那我们再来看第四套是什么呢 是的 因为这个我们也是会用一些教练模式的带的卡 它是比较带的 是的 我们也是可以放一些图牌 放在里面也会用上面的一些文字去做自我提问 也是可以的 它有7款的 所以我们也是可以一直跟随这些提问去问我们的一些问题 就是它用来先制 就是可以用来一对一 也是可以一对机制的一个自我对话 也可以自我探索的一个方式 所以听起来就是它已经帮你设计好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 然后透过这个教练模型的大卡 你就可以可能把图卡放进去 然后跟随它的一些引导句子 然后来做一个自我对话跟探索 所以等于是说透过这样子的设计 你就已经可以知道怎么样去操作这套牌卡 所以这里面有7个 那看起来它是比较特别的 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 可能第一种类型的引导投射联想卡 那纯图像的卡其实在台湾也是有的 那第二个类型的动物卡 就像我讲的可能你也可以去替代 那第三种类型的情绪卡也有 但是这第四个类型应该会是比较特别的 那特别是我在想如果在台湾有学教练的 或者是NLP的伙伴们 那也许你会比较熟悉这个模式 那你就可以参考这套牌卡的一个运用 好 再来我们来看第五种 哇 这是什么呢 它也是一个题 它有20条我们叫古灵精怪 因为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每一条也会自我提问 它也是你都会用这一条去问 也是可以用另外一条去问 也是可以搭配得来的 所以也是可以去问得到我们有一些 我们还没记得的一些状况 所以我们也是会设计一些20条 你就可以随意拿一张出来去自我提问 但是这个也很搭配我们这个故事 也是蛮方便 那你可以帮我们抽一张 然后念出这个题目 然后让大家看影片的人也许可以思考一下吗 就是可以直接念一张的问题卡的那个问题出来 我随意抽到有一张 它上面写了 好像就是这样子 你真正面对的困难是什么 还有就是你最后一步会做什么 所以这个也会连接得到 你刚刚讲什么的故事也会搭配得到的 所以它可能不是单纯的使用它 而是它可以就是跟着前面的这些牌卡 去做一个结合的运用 对 运用出来也是可以的 所以刚刚说它也是可以搭配其他的图牌一起去用 所以大家看到这边 有没有觉得这一套牌卡好像集合了很多东西 就很这样子 如果你手边有很多不同的卡 它现在把它全部都可以凑在一起这样子 那像这种问句卡 其实台湾也是有的 所以如果你手边有所谓的问句卡 我觉得也许你也可以很适合 然后来跟这一套牌卡的其他系列做一个搭配 好那这是第五种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六种是什么呢 它居然还有颜色卡 是的 这个也是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会有十三张不同的颜色 这个也是因为有一些人 它对一些颜色去做一些脸色 也是会比较敏感 也是会比较容易去脸色 所以我们也会设计得到这个颜色 我们也会做一个 让它可以从这个颜色 然后它会想到它这个事情 也会有什么的温度 也会跟这个颜色 会有一些很接近的一个脸上的一个地方 所以也会帮它们去回想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设计出来的其中一款的一个图牌 是 所以也许如果你结合一些色彩心理学 或者是我其实有想到 我很久以前有买过一本书 然后它其实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 就是日本那边有一位相关的工作者 他就是专门让人家用颜色做投射 他就只设计了很简单的颜色 但是它透过这个颜色的投射 问了很多问题 然后就很像一层一层的 去问你对这个颜色的感觉 然后接着可能就再问你其他的问题 然后再把这些去结合在一起 所以其实是很有趣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第七种是什么呢 这个也是我 我发现很多图牌 应该都没有这个数字卡 你会猜数字卡会用来做什么事情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去表达 我们对这一件事的一些情绪 这个表达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开心 但是我们也会用一些数字去表达 我这个开心这个程度 达到什么的分数 让这个情绪会比较具体化 让我们可以能够更具体去表达出来 我这个开心达到什么的程度 所以我们也会用这个数字去表达 一些我们不同方面的一些程度 所以很像是你选数字来代表说 比如说你现在是很开心的 那你的开心有几分 或者是你觉得现在是很生气的 那你觉得那个生气有几分 那你就可以很直接的 就是这里面就会有数字 你就可以去做一个运用 然后我觉得台湾因为 其实是一个很多元 然后有很多很丰富的 这个就是助人的方法 所以像比如说这个数字卡 我很直觉的想到的 就是台湾也有所谓 生命数字的一些操作方式 所以说不定有些人 他看到这些数字 他就觉得有很多联想 而且我觉得很好玩的是 因为这边是11张数字卡嘛 可是我可能也可以把两张 放在一起对不对 比如说我就变成13啊 或者是变成什么27啊 38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也许它的变化性就会更多 好那因为我觉得 台湾真的是好用的工具 那你怎么样去运用它 其实可能是可以产生很多 很有趣的一个变化 好那这是第七种咯 我们来看最后一种 第八种是什么呢 好这个就是创意卡 刚刚我都说了 其实它这个图牌 也是可以能够发挥我们的赏赏力 还有这个创意 这个13张是也会有一些理论去 去support的 所以他们也是会聘 我们也会用这些创意卡 能够帮我们做一些创意的一些工作方 让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怎么可以去学习得到 很多人都会说 我很想去创一些新的东西来 但是都没有这个方式 所以我们也会用这个创意卡 也会搭配一些我们的图上卡 怎么去用里面的一些特点 然后用一些创意卡 一些概念怎么去拼合出来 我们学得到 原来我们也是可以将一些旧的一些特点 怎么去放贷 还有结合 然后旧品性旧 这个概念 也是可以创作得到一些新的概念 新的东西会出来了 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因为同样的我觉得这个创意卡 应该也是目前台湾的牌卡里面 比较少见的部分 所以比如说可以举一张 然后简单讲一下它的内容 因为我在想 大家可能看这个投影片 可能也不会看得到那么仔细的话 如果简单介绍其中一张 它会像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好 这个 结合 我差不多结一张 其实我也会想 有什么东西 跟一些东西可以拼起来 它就会变成一个新的产品 所以就是我们也会抽一些图牌 然后让你选里面的一种东西 然后抽另外一种这个东西 怎么样它可以拼出来 去可以去趋进我们的一些运作 所以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们在过去 也是会想到用这个印刷字 它是现在可以有三合意 它是可以打电话 也可以去印刷 也是可以用来去做一些其他的运用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会抽一张 结合这个图牌 让它可以散多一点点 有什么东西可以拼起来的话 也是可以创作一些新的功能的一些产品 所以它很像是提供一些路径或方式 然后可是我们一样可以搭配 可能图卡或其他的牌卡的运用这样子 所以这个大家就可以看到是 这个全部八种有这么多张卡 然后在一盒里面 就是你有这一盒 你就有拥有前面的这么多八种的内容这样子 所以听起来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呢 然后当然每一种可能都会有它不同的运用方式 所以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现场示范 然后可以邀请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那如果这个要怎么用呢 好 谢谢 这个我们会用作一个进行一个自我探索 自我对话的我们也会有一些model 一些coach的model 让我们可以做自我提问 好像我们会随意抽一张图牌 比如说我们已经抽到这一张了 然后我们会很简单做一个step model的一个自我提问 就是从途中你会见到什么啊 你会看到什么啊 还有呢 所以就是线上的伙伴 或者是你之后看这个影片的伙伴 你可以跟着这个步骤小小的做一个练习 也就是第一个步骤 请大家先来看这个 我们影片的投影里面的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卡 然后请大家来问自己就是说 从这个图里面你看到什么呢 好 再来 然后第二条就是从这一张图的话你会联想到什么 还有什么呢 嗯 大家可以在心里面问自己哦 我觉得这张图很有趣耶 嗯 还有第三条的话就是 那个时候你会有什么的感受 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就是会问自己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第二个步骤 我想到什么 那所以就是我想到什么的那个什么 就是等于他会接着问第三题 就是我想到那个 那那个时候是有什么感受的意思 是的 也许可以针对这一张图 也许可以让它联想到 有什么新的一些东西 也可以对这个新的东西 做出一些新的感受去分享 所以也可以是 也许不是过去的经验 可能是一个联想这样子 然后从这个联想里面 等于是我们从想法 然后来到感受的部分 是的 然后在最后了 其实看它会讲什么的关于自己的一个故事 我们也是会问 从这个图中 这个你分享这个故事 也会让你会带来什么的 正常的一个顺势 也会对你来到什么 很特别的意义 有什么的启发 所以第四个问句就比较不一样 对不对 因为等于是前面我们探索了图像 你看到什么 因为特别是这种纯图像的卡 其实它的解释就是会随个人 也就是它并没有固定正确的解释 所以这个时候呢 第一个步骤真的是你要先看得懂这个图 因为如果有些人他连这个图像是什么 都没有办法辨认的话 他其实就很难进入下面的步骤 那我们会看到的就是说 先去辨认这个图之后 再来可能我对这个图的想法是什么 再来我的感受是什么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再来想的是 那这样整个过程 或者是我看到这张图 我有沒有什么样的启发 甚至有什么样的意义 所以我们就可以等于是用单张的图卡 那可能我们就可以探索很多不同的事情 是的 其实我有一点点的补充 就是其实它会看到什么 就是它看到什么 我也不会说你看到这个不是这个 因为是它自己看得到什么 我们也要尊重它看到什么 这个方式 所以就是它也是会用自己的角度 去看它看到什么 然后从它的故事去引发 之后的一些问题的这个提问 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介绍 就是它这里面其实有八种不同的排卡设计 然后有纯图像的也有动物卡 然后也有文字的情绪卡 甚至数字卡 然后色彩卡都有 那当然每一种卡片的用法会不太一样 那我可能可以挑其中的一两种 或两三种结合在一起 它可能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运用方式 所以大家听完这样子 我们这个好像很简短的介绍 可是有这么多丰富的内容 是不是觉得实在是很有趣 有这套排卡 好 那我们这套排卡的部分的介绍 我们可能就先停在这边 然后呢 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12月9号 真的很欢迎大家来参加一年一度的排卡年会 因为我们会有排卡市集 然后邀请很多的 不管是排卡的原创者 或者是其他可能用排卡工作的伙伴们 他们会透过排卡做很多很多不同的分享 然后所以今天很开心 其实我们的时间是过得很快的 好 但是我还是想要邀请就是Rick老师 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或者是说 因为我想我们今天不可能去讲这套排卡要怎么用 因为它太多内容了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就是喜欢排卡 或者是好奇的伙伴 然后可以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再做一些分享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让我这个时候可以能够跟大家区分一下这个insight卡 其实我都借出图牌都有很多年了 我第一头去借出的到这个图牌就是欧卡 很多人说图牌的祖先就是欧卡 其实真的我刚刚接触的时候我也觉得欧卡真的很棒 因为它真的会很快让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防卫机制 也会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内在 也是会很容易很快这个速度去分享我们这些故事 就会减少很多的时间 所以这个图牌我很喜欢用的就是它这个 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自我探索 也会有很多的自我投射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图牌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怎么可以让我们自己的故事 让它自己可以长出来 这个是最重要的 也是也不一定要用这个图牌 图牌就是一个工具 怎么让它怎么去化觉 能够很舒服 能够长多一点点它自己的内在的故事 然后去丰富它自己的生命故事 然后帮它去寻找更多 它的生命里面的更丰富的一些机缘 我觉得这个更重要的就是我做的这个 我也不觉得我是一个老师 我是一个同行者 怎么去帮它一起去化觉 一起去发现更多它更美丽的故事 是 所以我相信就是我们的有一个初衷 就会是说牌卡是个好用的工具 但是怎么样操作对我们来讲 还是回到那个人本身 也就是希望透过牌卡这个工具 可以真的协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 然后可以进入一个更深层的自我对话 跟自我探索 甚至当我们总是会遇到人生的瓶颈 人生的挑战 人生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也许可以透过一些牌卡的一个运用 然后更能够去回来厘清自己 然后更能够去书写自己生命的故事 那当然我相信也有很多的 可能是助人的伙伴们 我们的工作性质是需要去陪伴更多人的 那我相信透过牌卡这个工具 也一直看到说它其实在执行面 是可以带来不同的效果 所以这也是我很开心 可以去邀请到很多牌卡的原创老师 或者是牌卡的运用者 然后可以在这个很短的直播的时间 透过一些访谈 然后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很多不同的牌卡 所以你们有任何的问题呢 这个Rick老师呢 会在我们影片下方留言 就是你们可以追踪 然后怎么样呢 可以去认识更多这套insight卡 所以我相信它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而且我就觉得 所以听起来有点像是说 你看月后面出的卡 就集合了很多 因为可能前面已经有很多的那个前辈的设计 然后就觉得这个也很不错 这个也很不错 然后我们最后可以把它集合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地方 好 那想要购买的伙伴呢 请密切留意我们12月9号年会 就是我刚刚有讲说 年会应该可以买得到哦 那要不然你可能要上课才买得到哦 那所以今天很开心在线上 有伙伴说要追起来 没错 那今天很开心在线上呢 跟Rick老师有这样子的访谈 然后下个礼拜五晚上 我一样有一个新创牌卡的访谈 但主题非常的不同 因为它谈的是跟性跟爱有关的一套牌卡 所以可能有一点就是 好我们成人一点就好 但是呢 就是请大家可以密切注意 我粉专的直播讯息 然后我们就下礼拜 就是一样在线上见 那当然很期待 大家可以在其他实体的部分 也跟我们一起分享牌卡的运用 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结束了 OK 大家晚安 拜拜 OK 大家拜拜